啊,现在好了,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啊,现在好了,呃,不好意思啊,就是很奇怪啊,我,我拿到这个链接,呃,进去了以后,那个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边等着,然后, 然后,我后来让同学给了我个链接啊,我这边的链接,不知道我点没,试了好几次进去以后都,其实我,其实我半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之前就已经在这边开着了啊,不知道为什么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稍微晚了一点开始啊,现在大家都OK了,对吧,都OK了啊,那个,那个谁,Mark的,我们试一下声音看,呃,录屏之前,喂,你能讲话吗,我们试一下声音看,嗯,有点回音啊,嗯,你再讲一句, 哦,对,因为你那都开始,都忘了的时候,你把它关了,嗯,嗯,嗯,好,那我们一会开始啊,不好意思,稍微,呃,开始时间稍微晚点了啊,我们现在,这样呢,我们,呃,我把这个换成片拿出来,就我在另外一个,那边等着你们,然后在看怎么没人呢,奇怪呢啊,好吧,我们现在开始,我开始,哦,这个录屏,我得,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录屏了啊, 当然这个录屏是OK的,那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从上上次那节课留下的那道题讲一下啊,然后我们,呃,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最后一节课了啊,然后剩下的就是Airbnb的那个专辑下,那么我们上次那个Airbnb这道很难的题啊, 其实我说这道题其实,什么Uber啊,一些什么图森啊,或者是那个Airbnb都喜欢考啊,也不算,那Airbnb可能是考的最多的吧,反正这道题背景大家知道一下啊,就是其实,不是说你要去灭Airbnb才要准备的啊,其实可能你灭很多公司都得准备啊,好吧,嗯,那大家还记得这道题是什么吗,我看,再回顾一下啊,可能有人忘了啊, 我们回到最开始这个题目,它叫什么,对吧,我不知道你们回去看了没有,这道题的,呃,题目呢,叫Panigone Pair,呃,就是给你,呃,一堆Stream,对吧,就问你们能不能哪,哪两个两两组合,叫Pair嘛,对吧,Pair,能拼成一个Panigone,对吧,大家还记得这道题吗,呃,顺序也是method啊,就是说你像你这个ABCD,DCBA, 然后你把DCBA放前面也是一个组合,好吧,大概是这么个背景啊,大家还印象还有吧,啊,然后我们跳到,我们上节课讲了用Map的做这个题目啊,用Map啊,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啊,那么现在讲一下Try,啊,Try的思路是一样的啊,首先我们看这个Node是怎么定义这个Try的啊,我们重点看一下就是说,呃,Try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呃,Try肯定performance更好一点啊,某种意义,然后我们再讲一下, 其实Try的OF跟上节课的意思差不多,对吧,Try就是不会产生那个intermediate的那种Stream,对吧,就没有大量的garbageStream,它每一个,每一个Node,对吧,其实它,它这里就只存了Index,对吧,只存了Index,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啊,不对,它这里,它实际上,实际上它每个Node是存了一个Chair,只不过我们这里呢,偷懒啊,我这里也说过,就是说它这里是用26个字母啊,它默认是小写字母,所以它是用了那个0到25, 相当于是,呃,A到Z嘛,就是,做,它默认是lowercase,这个东西,如果面试官不允许的话,那你就换成Map,对吧,key就是那个character,对吧,呃,我这里的写法稍微简单一点啊,啊,我们往下说啊,啊,好,我看这条题啊,这条题,如果你看,我们,我直接讲答案了啊,就是说我们生成一个Try,对吧,啊,然后呢,我们就是,先,大家看啊,我们从第0个到最后一个便利一下,往里面插那个,word,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便利一次,做searchword,什么意思呢,这个x有讲究啊,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是先把它逆序的x,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呃,就是说我这里面往这里面插word的时候啊,我形成,呃,我形成这个try的时候,实际上我是从最后一个letter,每一个word啊,大家看到每一个word啊, 我实际上是从,呃,大家看啊,这里我的input是index和这个word的array,但实际上我真正用的只是这个word而已啊,我只是用了这个word而已啊,然后我插这个word的时候呢,我就插这个index上的这个,对应的那个word,对吧,呃,这个word我插的时候呢,是从最后一个letter到第一个letter,一个一个往里面插进去的,为,为什么呀,因为我这个try是前缀match嘛,大家可以想象, 我,我,我search的时候是前缀,对不对,因为我要拼那个,呃,或者这么说吧,我写一下,比如说我插的时候是,本来这个word是abcd,对不对,abcd,那我插到这个try里面的时候,变成,d,往下,c,呃,b,我还是拿那个缩写吧,呃,等一下啊,还是d,c,b,a,假如说我d,c,b,a,对吧,那么你后来,等会再来,你后面不是有个 词儿叫d,c,b,a嘛,那这个时候你去做前缀match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全部match上,对不对,大概思路是这样的,大家大家明白了吧,大概思路,这个try的思路,大概这样,这,他这个形成这个try的时候呢,他先那个,哎,我说的,他先反向的去try,形成这个try,然后呢,再去正向的去跟它match,大概是这个意思,好吧,我们看一下,所以这个,这个这里这个代码很简单啊,所以你跟面试官表达match的时候,你也可以, 就这么先把这个框架先写一下,就这个是主干嘛,对吧,你把主干写一下,对吧,你不要上去先写细节,因为你这个题目,就这么说吧,有很多面试官他实际上,呃,对这道题的try的解法并不了解啊,就是他可能他心里那个版本还是那个map,你跟他讲那么高深的东西,他不一定听得懂啊,这句话你别笑啊,真的是这样的啊,包括Facebook啊,有的面试官,他不知道这个try的解法,然后你用这个try的解法, 你可能会把他讲崩逼了啊,我不希望你学会就学会了,然后 你去把那面试官给讲崩逼了啊,就是,好吧,我们继续往下说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insert,这个insert,我们这里有, 它的主要模板差不多是跟以前一样,对吧,你从最后一个letter, 然后往里面产生这个,找到相应的chart,对吧,往里面,如果它这个没有对应的node,你产生一个node,对不对, 然后你再继续到它的trojan,对吧,你就从这个一个letter一个letter往下放,对不对, 那中间加了两个逻辑,等会我们讲啊,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node,大家也注意到了, 我们定义的时候里面有index和indices,对吧,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对吧, 另外这个有个辅助函数啊,就是is pentagram,这个你应该很快知道吧, 这个给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对吧,就是给两个index,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ba,我们看一下这个input,ba, 其实ba我们插的时候变成ab了,对吧,然后大家看到没有,这个b这里对应的index0, 实际上是表示它的index默认是-1,对吧,默认这个index是-1, 也就是说如果是-1的话,如果像这个它是-1,对吧, -1表示它不对应任何,就是它不是ending of the word, 它不是任何ending of the word,这个index0的话表示它是ending of the word, 对吧,end of the word,就是ba,对吧, 然后呢,这个,这道题其实我突然想到,其实它可能是可以, 如果你用try的解法的话,可能是允许重复啊, 当然我们这些index只能对应一个,对吧,但是我们拓展一下的话, 实际上假如我们把index变成list的话,它可以允许重复吧, anyway,我这提一下啊,因为我们上次讲到那个map的解法, 它不允许这个words可以重复啊,anyway, 我规计这道题不会重复的,好吧,我这道我没说吧,好吧, 然后这个A,它对应的index1,对吧,然后这个AAA它逆序还是AAA,对吧, 它对应的index2,所以大家看到没有,index是表示这个whole word的啊, index的,看在右下角这里说的是whole word的啊, 这个概念一定要吃住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还要更难啊, 好,我们现在讲indices,这个是最难的啊, indices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代码啊,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插的时候啊,因为大家注意到没有, 我们插第R一个letter的时候啊,我们插第R一个letter,对吧, 然后我们去查一下从0到I,它是不是panion, 是什么意思呀,就我们,我画一下啊, 我这么画啊,假如说我这一个word, 这整个是一个word,对吧,啊,我现在再插第R一个, 对吧,我再插第R一个,其实我前面的try已经把后面的都已经插好了, 对吧,我差不多从这个数一直往下一直到第R一个到这儿, 对不对,它的意思是,剩下的是一个panion, 就是它,接下来你要往下插的话, 接下来这段它会是个panion,啊, 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接下来的会是个panion,啊, 然后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如果R对0的话,当R对0的话, 那你其实剩下就剩下一个letter了,对吧, 剩下一个letter,它本身一个letter也是个panion,对吧, 所以一个letter的时候,它往往也会把它那个加到这个try, 这个加上那个indices,啊, 然后最后我们出,我们最后出来了,出来了, 出来了,就是我们从这个forlover出来了以后, 就实际上你已经到最后一个node了,对吧, 那这个emptystream对应实际上就是你rest of the world, 实际上是个,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看它rest of the world, 对吧,rest of the world实际上也是个panion, 因为它rest of the world是一个emptystream, 所以它也要加到那个indices, 另外它本身是个word, 所以我们把这个index设一下,这一段比较难理解, 但是其实你可能感觉到我为什么要看rest of the world, 等我们看,为什么我们要弄这个rest of the world, 我们先往下面看,首先,比如说这个吧,A,对吧, A它剩下的有个B,对吧,所以它这个是零,对吧, 所以它有零,对吧,A它自己本身剩下是emptystream的话, 所以它有一,对吧,还有这个A,A,A, 它剩下有两个A也是个panion, 所以它是二,对吧,都有,对吧, 那么这个A呢,这个A,因为它剩下一个A嘛,对吧, 所以它是二,这个的话它剩下emptystream,它是二,对吧, 这个零呢,因为它剩下的emptystream是零, 那这个嘛,B,A,这个B,A,它这个不是, 这个零它不是,这个这里可能写错了, 我改一下,在这儿,这个零它没有啊, 因为零的话,对,上次我在看课件的时候, 反正把它改错了,这个我最开始写的时候是一二啊, 因为这样的,就是A和B,对吧, A和B,它剩下的是A和B嘛,对吧, A和B它本身不是pension,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零加在这儿,对吧, 差不多这个意思,你可以理解成这个indices有的话, 是表示它rest of the world, Rest of the world,就是它剩下那个简直啊, 就是你那树,剩下那个直啊, 它是个pension,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刚刚也说了,对吧, 我们什么叫剩下of the world啊,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是不是剩下of the world, 就如果我们是逆序插的话, 我们插的实际上是这里,对不对, 那么它剩下of the world实际上是这个prefix, 对不对,因为我们逆序插的, 大家记得没有, 那么如果它这个剩下的那个word, 这个prefix是个pension的话, 如果我们, 我们不是说第二轮是走那个search吗, 大家没有看到没有, 就我们第二轮走search嘛, 对不对,走search对不对, 如果我们在search的时候, 我们正好, 我们现在当前这个word跟它这个suffix match了, 实际上就说明当前这个word正好是那个reverse的suffix, 只要match到一部分, 假如说没有全部match完, 比如说这个更长,对吧, 只要我们知道它剩下的那个, 那段word也是pension的话, 那我们就OK了,对吧, 其实跟我们那个思路是差不多的,对吧, 我看讲到这儿大家有没有问题, 对,好,没有问题, 说明你听懂了, 这里实际上最难的, 那么这里的swap等会我们也讲, swap这块我们也讲, 就是这个, 应该后面也会出现这个case, 等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上次也说过了, 就是哪个word更长的问题, 对吧, 这个是表示, 就是它更长, 对吧, 就是你插进来这个word更长, 对吧,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search具体怎么实现的, 我们看一下, search也是从第一个letter, 就是我拿这个当前这个word, 对吧, 我从第一个letter, 从这个root, 这个root就是current, 对吧, 然后一个一个往下走吧, 从current就不断地往下走, 下一个node, 对吧, 下一个child, 然后拿到这个letter, 好, 我们什么时候要, 表示我们找到的呢, 首先, index大于等于0是什么意思, 表示当前这个node, 它本身是一个wholeword, 本身是个wholeword, 然后呢, 这个, 不是它自己啊, 你自己跟自己match没有意思了, 它不是, 自己永远不能跟自己match, 这个铁定的, 你不能跟自己match, 好, 然后是什么呀, 我的手表, 然后是什么, 就表示这个word,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match到那个wholeword, 其实你可以这么看, 因为当这个, 就是说有一个逆向的word, 它已经结束了, 说明那个word短, 就是说相当于它是短的, 这么说, 我看怎么说这个事啊, 就是说你现在实际上是拿这个前缀, 对不对, 你现在, 你这个word是蓝色的, 你这个word是蓝色的, 你这个前缀已经match到了一个word, 这个word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这个word已经结束了, 它的index大定0, 对不对, 它已经结束了, 然后呢, 它的rest of the word是个petagln, 什么意思啊, 它剩下的是个petagln, 明白了吧, 回到这来, 也就是说, 你match的那个word它短, 你是长的, 你当前这个word是长的, 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找到了一个petagln pair, 我们可以把它加到我们这个result里面, 大家这段话听懂了没有, 这段话听懂了, 就差不多是这个情况, 就是那个word已经结束了, 这个时候我们用到了那个index这个property, 用到了这个index, 就是说这个word, 像这个a已经结束了, 对吧, 这个a, 对吧, 你跟它match好了, 你发现就是你剩下的, 比如说你是aa, 对吧, 你跟第一个a, 你跟它match好了, 你发现你自己剩下那个aa, 那两个letter是个petagln pair, 那你们两个就已经形成了个petagln pair, 可以理解吧, 然后我们还没讲到indexes, indexes后面大家看到在这儿了, 等会我们再说, 那么, 这里也再说一遍, 对吧, 这个实际上ispetagln, 实际上就对应的就是这个suffix, 对不对, 这刚刚我们说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呢, current呢, 实际上说明那个word, 就是这个matchedword, 它已经结束了, 而你这个prefix呢, 正好是这个matchedword的一个reverse, 我这里这个应该写得很具体了, 所以你综合看这个事, 你综合看刚才那个case, 你这个蓝色的是你这个word, 你这个绿色的实际上是被matched, 正好在那个chart里面被matchedword, 所以那个被matchedword实际上对应的是short, 而你这个实际上, 你自己这个word实际上是long, 好吧, 我们再来看这个indexes, indexes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另外一个版本, 对吧, 就是刚才说你自己是long, 对吧, indexes其实你自己就是short了, 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或者大家先看一下这个代码, 就是说我们当然也说了, 所有这个node这里的indexes, 表示它的rest of the world, rest of the world is pelagym, 对吧, is pelagym, 而这里我们已经出了这个loop了, 表示什么呀, 表示我们当前这个word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word是短的, 我们这个word是短的, 而它这个有indexes表示说, 它这个node底下还有别的rest of the world, 可以明白了吧, 当然你自己不能等于自己, 你永远不可能选择自己, 这个肯定不能自己, 然后我们也说, 其实这个indexes呢, 它也会有empty string的情况, 或者一个letter的情况, 这个也是可以的, 就是大家可以这么想, 就是说, 我这个word已经跟前面那个node全部match完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node底下其实还有rest of the world, 可能是个petagym, 可能是empty string, 可能是一个letter, 这些都是ok的, 对吧, 我们再回到这个图, 我们看一下, 首先这个是长的word, 对吧, 这个就是你match的word, 然后因为我们是逆序的, 因为大家记得吗, 我们当时往这个树里面插的时候, 它本身是个逆序的, 对吧, 所以我这里故意把它写成reverse, reverse, 对吧, 而这里的话, 实际上它这是个petagym, 而这里它有indexes是什么意思, 就表示, 这里是它的前缀, 跟我们match, 这是我们的word, 我们的word是个短的, 对吧, 我们的word是个短的, 而你当时插这个, 就是你先开始用insert, 不是插这个word吗, 你是逆序插的, 对吧, 你逆序的这个suffix, 实际上是跟这个wordmatch的, 你有这个index, 表示它前面这个前缀, 实际上就是个petagym, 实际上是个petagym, 对吧, indexes表示它rest of word是个petagym, 对吧, 如果我们也说这个petagym是empty的话, 也算, 对不对, 也算的, 好吧, 所以我们这个过程差不多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word是短的, 对吧, 然后它match了reverse的suffix, 然后你match这个word, 实际上它就是这个rest of the word, 对吧, 这个就是rest of the word, 然后它是一个petagym, 它本身是个petagym, 对吧, 这个prefix加上suffix变成这个matchedword, 所以那个matchedword是个长的, 你自己是个短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题目最后就是, 你先插一遍, 然后再插一遍, 对吧, 我不知道我这里, 那么大家看, 综合看这个事吧, 其实就是说, 你可能是个短的word, 然后你这个reverse的word呢, 就因为你自己是个word吧, 你跟一个reverse的word去做match, 然后你们那个头部是相等的, 对吧, 然后它这个rest是个petagym, 另外一种情况是说, 你这个word是长的, 你跟那个reverse的那个matchedword呢, 你跟它match, 你的头部跟它match, 你自己剩下的是个petagym, 说它呢, 就是这两种case, 你跟面试官解释的时候, 其实就这样解释, 可能就比较到位, 差不多这个, 其实思路跟那个map也差不多, 我们看一下这个rugtime, 好吧, rugtime呢, 比较难讲这个东西, 这个我已经写得很直观了, 有同学说, 这样理解就比较直观了, 已经很直观了, 反正这条题非常难理解, 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因为这条题其实我以前, 17年的时候上课, 我讲过一次, 当时是徒手画的, 可能有的人听了跟没听, 差不多, 这条题确实挺难的,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有的面试官, 他可能对try这个解法, 他并不了解, 如果你要用这个try的解法的话, 你make sure you explain it well, 好吧, 好, n表示, 你解释rugtime的时候, 一定要解释n表示什么意思, k表示什么, 一般我这样解释, n表示你总有多少个word, k表示每个word的average length是多少, 对不对, 是吧, 那我们现在build的这个try, 对吧, 我这里给了个结论, 对吧, 是n乘以k平方, 怎么来的呀, 等等我们看一下代码, 怎么来的, 首先你这个n个word, 这个是n对吧, 那么我这里意思其实就是说, 你每次insert的时候是k平方吧, 这个一样的, 你search也是k平方, 为什么是k平方呀, 你看看这个insert, 首先这个word的lens, 这个是不是k啊, 从D0个到k个, 对吧, 其实是从Dk减1个到0, 对吧, 总共k次, 对吧, 还有S-Pelangryon这个本身, 因为你是两端soul嘛, 实际上average又是一个k, 对吧, 就是你两个point从左, 一个左边往中间, 一个是右边往中间, 所以你这两个中间拼在一起的话, 实际上是个k平方, 是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search, 对吧, 它也是这个for loop, 对吧, 也是k, 对吧, 然后这里又有个insert, 又是k平方, 对吧, 所以大家综合的话, 这个space, 这里说到space, 回到前面说到综合, 综合到就是这个n, 在乘以里面的k方, 对不对, 所以综合的话是n乘k平方,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space呢, space的话, 我们借了这个try, 对吧, 我们借了这个try, 那么其实就是说你有多少个node, 对吧, 你有多少个node, 那你粗略计算的话, 其实就是说, 你每一个word, 假如有k个letter, 那你n个word就是n乘以k个letter, 对吧, 假如说worst case, 假如没有letter重复的话, 对吧, 差不多就是n乘以k的数量级, 好吧, 因为你, 我在说里面, 你有n个word, 对吧, 你每个word有k个letter, 对吧, 那你总共n乘以k嘛, 好吧, 这条题我讲完了,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我们讲, 这是上节课留下来的一个问题, 对吧, 我们讲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mock环节, mock环节, 也是Airbnb的一个经典题啊, 如果你要去找题目的话, 是Nidkot759, 对吧, employee, employee free time, ok, 我们准备 mark, ok, 我 unmuted一下这个讯息, ok, 可以说吗? yeah, ok, let's see, ok, I'm on the code, I'm on the code path, ok, so today's question, wait, opening the wrong, ok, ok, today's question so you are given a list schedule of employee and each have working time, busy time you can think there's a busy time so I want you to get their free time the interval is all a positive number and they might have overlap if you look at the line 9 so you have 4 intervals, right? yeah and the free time is actually 3 to 4 if you take a look, right? yeah do you have a question? okay, so like example 2 we will have everyone is free during 5 to 6 and everyone is free during 7 to 9 yes yeah okay do you have thoughts? what is the input? the input let me see I can give you the signature yeah you can imagine it's a list of interval okay I assume you're in Java okay okay yeah so this is the signature okay okay so this is the signature okay so you have a list of intervals the intervals have start and end okay mm-hmm the interval class have start and end okay for this question I think first of all we should sort all the time intervals by the starting time let me think whether we should also sort the end time okay I think just to sort the intervals by the starting time and for the ending time I think doesn't matter because whether you have the earlier or later end time for the same start time you are still not free for the later one so so for this question uh first of all initial are list of intervals for the result and we create a probability queue also the element in this particle is intervals we name it pq and how to sort the elements is according to a starting time so we put the if you want to sort it why do you need a priority queue you can just directly sort the list right sort the list but because we would pull and do the comparison so I need the probability queue to help me we want to compare one by one and we want to get to the starting time if the other thing put them together and update to the end time every time we pull pull do the pull operation yeah it's the same it's the same but yeah never mind yeah you can use priority queue probably I mean the result the effect is the same right you use priority queue or not yeah or you just sort the list right but you feel feeling you are creating another data structure it's like an extra space right to have a priority queue right and what why would you just add all the elements in this interval close into this priority queue такие我跟你讲一下吧 我都已经提示了 你直接an saw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非要脸要用 priority queue呢 他不是要 pulled出来了吗 他每次都要output 一样 到它以后不是一样的事吗 你做了以后便利不就是跟 Pulled 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你直接 你直接,你这个Priority Queue还要用额外的Space,对不对啊,面试官已经给你提醒了,没必要用这个Priority Queue,你也不,你直接,对吧,Collection.Sought,对吧,是不是,一样的呀,用你这个Lambda,对吧,你这个Lambda写的也有问题啊,然后你给这个Schedule,对吧,Schedule,对吧,然后这个,是不是,这不一样的吗,然后你便利它不就是一回事吗,你这个Lambda写的感觉有问题啊,感觉,然后你便利这个Schedule不就好了吗, 你便利这个Schedule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啊,你非要用Priority Queue干嘛呀,Priority Queue的效果是一样的,我也知道啊,对不对啊,OK,Continue。 So we use arraySort instead of using ourExtraSpace, We use timeline to one more timeline here to help us to get to the skin operation. And now we do the sorting according to its starting time and in the schedule. 我开一下吧,这道题我先把我的代码在这里贴一下吧,因为这里讲的不是特别一样,我先说一下啊,这样的啊,因为它给的是个list of list interval,对吧,就是说你,它实际上是,这道题如果你仔细看到吧,它实际上是某一个员工有哪些 interval,某一个员工有哪些 interval,对吧,对吧。 做第一步是先把它全部混到一起去,对吧,就是说因为我不在乎你是哪个员工,对吧,是不是啊,所以第一步实际上是把,呃,所有的 interval加到一个list里面去,对不对,是吧。 对,对吧。 所以你Priority Queue差不多,对,你可能Priority Queue也是想做那个目的,那无所谓啊,好吧,然后呢,再把它sort一下,对吧,sort一下,按照那个,假设你现在拿到的list,其实我再说一句啊,如果你面试的时候啊,呃,你可以其实可以跳过这一步的,就是说, 就是说,就这个代码啊,其实你可以跟面试官讲啊,就是说,呃,我能不能就是说先跳过这段逻辑,我认为我现在,假设我,比如说我做了一个sort,写一个尾代码,写一个尾代码,对吧,写一个尾代码,拿到这个schedule,对吧,就是这个逻辑拿到schedule,把它变成个function吗,等于说是吧,然后呢,这个尾代码处理好以后呢,对吧,我返回了这个intervals,对不对,嗯,就是它们大家都摸就好了,这样能节省你时间,你明白为什么吗,你面试的时候啊,你可以说这段代码,我可以说这段代码,就是说,就这个代码,其实你可以跟面 就把它去掉了,你明白意思吧,就假如说我去面的话,嗯,说我会写一个sort方式,我拿到这个list,我会把它那个,就假如说你这个,假如说你的input是这样的,对吧,我会跟面试官解释一下,这样其实你相对于相当来说,在解释这个面试,解释这个东西,对吧,你说我会把它变成怎么样呢,我会把它变成,变成一个flatten的,相当于是一个list,对吧,one dimensional list,对吧,而且是sort好的,你给面试官举个例子嘛,然后它是按照start time, 对吧,start time应该是这样的,对吧,按照start time差不多是这样的,哦,就把这个s移过来,那面试官就,你一边写这个代码,一边跟面试官解释这个,这个你的思路嘛,对不对,然后我的意思是,这段代码实际上你是可以跳掉的,你就用一个sort来代替了,你知道意思吧,嗯,这样你可以快一点嘛,就,这就是面试的技巧嘛,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讲这段事情,实际上花了很大的力气,对不对,讲这段逻辑,明白我意思吗,对,对,这段逻辑其实你是可以跳过去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data的prepare,对吧,这实际上是在prepare的data,对吧,并不是我们的核心逻辑,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在面试的时候,完全可以跳到,跳过那段,就直接到最后的核心逻辑里面,对吧,因为我要的实际上是后面这段,是吧,OK, keep going。 So, we, after sorting, we get the new intervals that sort the intervals by the starting time, and firstly, we get the first interval, we name it temp, and intervals get zero, and we go through the intervals, If we found that temp, the end, I mean, just smaller than the start, each the start, that means we do not have the overlapping time interval, and then, after that, we just find a free interval, and then, after that, we just find a free interval, in this scanning, and we just add it into the result, template end as the start, each the start, each the start, each the start as the end of the part of the result, also after that, we just update the temp as the new interval, right here, if not, that we found the overlapping one, we just, we just update the update the end in this scanning, so we just compare, compare, compare the two ends, right here, and to decide whether one is the new end, right here, And after four, after iterates all the elements in the intervals, we will get the result in this step, and if not, we will update the end, and continue to compare, the current end, and the new start, if there are no overlapping, we will get part of the result, and add it to the result, after that, and add the result, after that, except the result, after that, as the result,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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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解释的时候不够形象吧,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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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个tempo我这里叫做last 就表示其实你在变力嘛 就是说你在变力 install的好的那个interval对吧 你维护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是指向你现在在变力的时候 最后那个interval对吧 最后那个interval 那么 这道题 当然这道题其实就是说 这样的 你是直接修改这个last.end对吧 对的update 就是如果谁的end更晚一点就update 对谁的end更晚一点你就用那个 是吧你就用那个 你就用那个晚的那个 你就把那个last指向那个晚的 对吧 这样的就是说首先你这个前提是 我看这个case对应的是 你这个case表示这两个interval实际上是有重叠 对吧因为首先你的前提是 算好的嘛对吧所以你这个 12的话你可以跟面试官讲 12和13就是overlapping 对啊你要怎么讲嘛对吧 如果是12和13的话 那实际上差不多长这样对不对差不多长这样 这个时候这种情况实际上对应的是你这种case 对吧对应是你这种case 你要跟面试官举个例子比较好一点 对吧空讲的话它很难理解嘛对吧 你举个例子嘛人家就好理解了 对吧因为你这个算好的 即使这个是比如说我们说的再夸张点 比如说这个是比如说这个是20 对吧这个是10 比如说因为算好的嘛 这个10肯定是在在这个位置嘛对吧 对吧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 有overlap有overlap的时候 有overlap的时候你把这个last呢 用这个用这个就是 用这个就是 用他这个30就可以了对吧 因为这个时候表示30 因为你的free time肯定是30以后 也就是说你的free time肯定是30以后的 这个last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 我们最后去用这个interval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这个last的end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呀 就是说就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是因为我们当时也其实知道了这个last的实际上是30对吧 那么假如再来一个比如说来一个40和50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这是另外一种case对吧 就另外一种case就是说你这个end呢 实际上比你当前这个start小 对不对还有一种呢是这个start 比你这个end那个 就是这个字在里面的对吧就是overlap 还有一种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是我们要找到那个free time对吧 就是从30到40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就是对应的end 就是下一个的cash对不对 就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你举个例子会好一点对吧 不然讲不清楚对吧 我这里呢就是我个人觉得我这里用这个 我这个写法呢 思路是一样但是我这个 可能修改了 对用你这个好一点 因为我这个修改了它的end可能不太好 对吧因为我是直接modify这个interval 当然我这个interval本来就是深层的嘛 intermediate的对吧就是 anyway 反正这个用直接用你这个写法可能也更好啊 就是直接指向它好吧 然后 这个题呢就是我的建议呢就是说 你这个最后的面试官举个例子 对吧你这样空脚不行对吧 好还有个事儿 谷歌近期考的一道题 跟这个很接近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给你一堆interval 给你一堆interval 那就做这个东西 然后再做一个matching就好了 首先我们这个解法呢 我们这里是做free time 对吧free time 就是说我们这个解法呢 它已经给你 给你sort好的interval了 就已经是就是sort好的 实际上我们的input是这个啊 我先说一下啊那么实际上 如果你sort的好了以后你可以看这里面实际上 我们并没有用到额外的space对吧 对的对吧 他那个电视官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给你的interval呢实际上已经sort好的话 再给你一个interval 你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有overlap啊 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两期差不多吧 怎么差不多呢 你还有一个interval 还有一个interval就是用来看它有没有在里面 这也是相当于它原来的一堆interval的fuel time 能不能就是包括它新来的那个interval 有点接近啊就是说 首先你这个便利是线性的对吧 就是说我们还是这样便利对吧 还是用这个思路我们能找它的free time 对不对其实我们是在看 我们在找的时候呢实际上是 看它的free time 就是说你这个target 你比如你还有interval在这儿对吧 比如这个位置对吧 就看它能不能在这个free time里面对不对 相当于是能不能在这个free time里面啊 嗯对吧对吧 那什么要在 就是说实际上你是把它那个free time给找出来以后呢 如果它完全是在这个free time里面的话 那说明没有overlap对不对 对啊 如果你这个假如说是 假如你相当于你 你不断的产生 你在便利的时候不断产生这种free的啊 假如我们拿来 假如说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这个40到50是它的free time 比如说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你可以 就相当于给你这么interval啊 你某种意义上把它变成了那种free time 比如40到50 比如说70到90 就是这是它的free time对不对 这是它free time对吧 对吧free time 因为你这样其实某种意义上避免了那个merge 但是你是个变相的merge对不对啊 然后实际上你是要看这个你给的interval呢 是不是被它这个里面contain 如果你不是contain的话 你在这种情况下呢 比如这种情况下 那说明就不对了 因为它只要返回true or force 对吧有的overlap 对不对 对不对啊 对啊这样的话 其实你每次拿到一个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 它假如这个是在这个里面的 它的start 它的start在这里面 但是它end 在外面的话那就不行 或者它end在里面 然后它start在外面 那基本上就挂了对吧 对吧 在这里面有个quant case啊 你想到了没 就是 就是 假如说我们的input 我在这里再重新写一下 假如我们的input 70 好吧 这样比较形象 对吧 然后我们把它转化成它的free time 这里可能再加一个那个90 假如90到100吧 好吧 它的free time 实际上是40到50 70到90 对不对啊 嗯 然后我们把它转化成这个以后 然后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便利的时候 我们就在转化 在做这个便利的时候 这样避免了我们的merge 对吧 然后 其实就是每次我们产生这么一个interval 当然你也不用加到你的result里面 对吧 就是说你跟这个我们另外一个interval 假如说我们还有一个interval 做为target对吧 假如这是target对吧 target的interval 就是 target的interval 就是 看它是不是在里面 对不对啊 你还没发出发现问题吗 还没发现问题吗 还没发现问题吗 这在不在里面会有什么问题 它 难道这 这数字完全一样还是什么 哎 还是差那么点啊 假如这个target的在 在1之前呢 他就一直没有没有判断这个contents的操作 最后就 对啊 所以这个问题 可以先拿出来看一眼的嘛 就是说这个target的 对 target的end 如果是比1还小的话 那你不用判断了 对吧 对吧 如果target的start比100还大的话 也不用判断 都是free time 对吧 差不多这个意思 啊 这个这个就是这个corner case 就是啊 可以回去写啊 这个谷歌最近那个高频的一道题 你可以写一下 回头 回头写完以后 发给我看 好吧 好吧 这算我给你布置这个不加作业吧 你回去把这个代码写一下好吧 啊 啊 写完发给我看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那 对还是那句话 就是有的时候你描述这个代码的时候 描述你思路的时候啊 这样举这个例子 会更形象一点 对吧 不然你空口讲很难明白 好吧 那么对这个变种这个follow up 是谷歌近期出现的啊 所以你也练一下你回去写完了发给我啊 就这样啊 好 好我们继续看啊 我们那个回啊 继续说换PPT啊 看一下啊 那么这道题代码我也贴了啊 对啊 这个run time 对吧 就刚才说了 就是如果你不考虑这个sort的话 sort肯定是nlogn的 对吧 如果你没有考虑sort的话 实际上你这里是个linear啊 他有的时候跟你说你的input已经好了 好啊 那么再讲一下这个 Airbnb 也是比较考的比较常常见那道题啊 常见那道题啊 啊 叫back system啊 这道题 呃 面积上的描述 还没背离的口口收入 所以这个面积上的描述 也有一些差异啊 呃 所以不是 不一定是完全完全reflect面试的时候 那个啊 好 就这么说吧 就是说你有个银行账户系统 对吧 那么每个账户有他自己的ID 对吧 啊 然后呢 你可能在某一个日期 往里面存个钱 对吧 你可能在某一个日期往外面取钱 对不对啊 啊 甚至我可能我怀疑他接口可能都 嗯 让让你自己定啊 然后你就是要查某一个日期的那个 钱是多少 对吧 那这里这个 我当时得到的版本是说给你两个日期啊 这个我们这次简化一点嘛 就你就当他是一个日期吧 虽然我这个PPT这么写的啊 其实一样的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 你这个方法呢 ID对吧 Time stamp amount withdraw ID Time stamp amount curate 这个curate呢是表示Current time 对吧 就你最后一次取钱或者存钱以后的那个账户的钱 对吧 那这个第四个就是你可以我这里给了两个时间 其实你你就按一个时间做吧 其实没有意义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题他应该如果要考的话 应该是给你start time和end time 把这个时间区间里面的那个historical transaction给打出来啊 应该这样更加合理一点啊 这个题目啊 那么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写一下 我这个版本呢就是按照某一个时间去算了啊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考的话应该是给你一个start time end time 把里面发生的那个deposit withdraw全部给打出来啊 那么 这个也说了对吧 你如果要查某一个时间点的话 实际上你肯定是个binary search对吧 因为他是start的 因为他这个时间肯定是start的好的嘛 我们看一下啊 画个图 比如你在T1这个时间呢 deposit了100块钱 那么你这个时候的balance是100块钱对吧 如果你在T2这个时间withdraw了30块钱 那你剩下的balance是70块钱对吧 如果你在T3这个时间deposit了50块钱 那你的balance应该是120块钱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说就是有人说这是ex的一道debug的题目啊 对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以发现就是说 有的时候这个题目吧 他现在就是也不是针对这一个公司的啊 其实很多题目包括那个刚才我们mark那种题目 也不一定完全是Airbnb本身的啊 只不过Airbnb这个公司这个这道题的频率更高一点啊 但别的公司也可能会考啊 所以你不一定非说这个是Airbnb专题这道题只是Airbnb用的啊 假设给你个negative的时间 那我们也认为他是0吧 一般你的input不会有这种的啊 假如你的时间出现的T0和T1之间呢 你的balance是0对吧 如果你这个 你这个时间是在T1和T2之间的你balance是100对吧 如果你这个时间正好是T2的话 那应该是70对吧 后面70 这里的话应该是120了啊 大概按时间点这么戳击一下的话 差不多这个意思 那我这里的话给了几个class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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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比较啊 就是拿那个ood的课的那个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那个奖励 但是这里面我们今天讲算法对吧 那么我们定义了这个balance对吧 因为我们如果要返回一个balance的话 我们给个时间 我们时间这里用epochtime来表示啊 就是那个unix time对吧 unix time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就是说有同学 其实我问大家你觉得表现时间 用来represent的时间最好的 那个用什么class或者什么 有的朋友可能说假话有date呀 有date time啊 但我跟大家讲最好就是数字啊 数字是最好的啊 就是这个long 数字为什么最好啊 因为它就是那个ePod 表示离公元1970年好像1月1日吧 是1970年吗 我有点忘了 不是1970年 反正大家可以查一下那个unix time 反正是离公元多少什么年的时候啊 什么年 然后那个有多少毫秒 这个是表示多少毫秒 因为这个这样的表示呢 很好的规避了那个time zone的问题啊 time zone啊 因为你在某一个时刻 实际上在不同的时区 对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吧 你可能在我这里9点 在那个别的时区是8点对吧 但是你用数字表示 就是表示你距离某一个时刻 公元前多少多少年 几点几分对吧几秒 距离那个时刻到目前为止有多少ms 这个是不会变的 你放到哪个时区都是一样的对吧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了吧 虽然地球上每个时区 虽然地球上每个时区 有的时区觉得自己是9点 有的时区觉得自己8点 但是当你定下某一个时刻 某一个瞬间 假如我们时间停止现在 对吧 那每一个时区对现在这个now的理解是一样的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吧 或者你可以理解成这个long 就是相当于0区就是那个GMT那个就是0吧 不是我们这东巴 东巴和西巴 我也忘了啊 就是那个0 对吧 GMT Green Time Greenwich吧 反正那个时间 你就可以理解它 它是relative to Greenwich 那个时间的 格林位置那个时间 好吧 就是0 反正用long 那这个cure result 我这里给了一个represent start和end 其实我这个没有太大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就是给返回一个balance balance balance它有时间和它的那个剩下多少balance 多少钱对吧 那么我们往里面deposit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我们怎么解这个呢 首先你是用一个map 这个key呢是ID 表示你哪个账户对吧 value呢是表示你这个账户 目前为止剩下多少钱对不对 那另外我们还需要记它的historical的那个historical的那个 balance对吧 因为我们要查账嘛 等于说是 那么这里是用个list of balance 对吧 这balance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是按照我们这里implement的comparable 对吧 我们是按照那个time 时间这个long啊 排序的 就从来到来排序啊 其实你不排序 因为如果你的input是按照时间戳产生的话 就是你的input假如说你这个withdraw 对吧 因为你这个肯定是按照时间的嘛 对吧 所以一般来说你不排序也是可以的 因为你这个你这个本身你这个input就是排好序的 就因为你每你时间对吧 你做这个操作必须得按照时间来对吧 你不给他说我我这个时间逆转了去做这个事儿 好吧 好我们继续说啊 deposit对吧 deposit deposit其实很简单对吧 就是说首先我们有一个bap对吧 就是balance对吧 get out default 没有的话就零对吧 拿到这个amount 就是新的balance 然后你put一下 然后这里的话用到java8的computer 一个absent对吧 如果没有这个list的话产生一个linked list 然后add这个新的balance对吧 withdraw withdraw的话我们先cure掉这个cure cure去返回当前的balance有多少对吧 在这里的话如果你的balance不够的话 这里要记住啊 你你取钱你不一定钱够啊 你你账户里这500你要取一千是不行的啊 所以这里可能会slow exception对吧 如果够的话你减掉这个amount 然后你更新balance对吧 然后你拿到这个时候你这个account statement 是肯定有这个账户的啊 这个肯定是有这个账户的 所以呢直接add这个balance啊 好cure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你直接掉get就可以了 对吧 如果这个balance没有的话 那你如果你没这个账户的话 那你就account not found exception对吧 这个cure其实我这里传了两个参数啊 其实我觉得你理解的话 你就按照一个传一个time就行了啊 一个time 一个time的话 因为我这里这个cure result是为了返回两个值嘛 这个你可以忽略 其实这里面去拿的话 你先拿到statement的对吧 拿到statement的以后呢 你做了一个binary search 我们看binary search是怎么样的啊 你看这是这是个time对吧 你做binary search binary search我也跟大家讲了 这种题目呢你可以直接调那个java里面自带的那个binary search 当然这个面试方一定让你写的话 你要会写啊 呃对比一下吧 反正呃我们上次也复习过这个说到过这个binary search对吧 就这里面的index对吧 然后你记住这个index是他的insertion point 啊就这种是的insertion point 对吧 如果零的话他差在 零的话他差在这儿 一的话他差在 这儿对吧 还是在这儿 二的话他就差在这儿了 对吧二的话差在这里 反正你记住这个 你你掉这个函数的话 你记住这个他的 他是个insertion point 因为二差在这儿嘛 三也差在这儿 四的话要差在这儿了对吧 是insertion point 然后回过来对应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对吧 因为他不一定完全是你要的 是吧 所以就是他这个insertion point 我们也看了啊 就如果是零的话 我们要给零对吧 不然的话我们应该是用的是index-1 减1啊减1 具体你对照一下 因为你可以对照 我们刚画的那个图嘛 就假如说你这里 拿到的假如是正好这个的话 insertion point 肯定是 他的insertion point 肯定在这儿对吧 那如果对应不上的话 他可能就是 这个的话你得自己去那个 这里我可能没给你例子 但是你这个 你这个拿到以后啊 你对照的看起来 这个index是什么 对吧 这里我们也说了对吧 如果是零的话 我们应该给零 不然的话 我们应该是给他index-1的 应该减个1 那个insertion point 那个balance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这个binary search 就考了一个binary search吧 其实就是说 那你如果 不用他那个库寒数 你自己写也可以啊 但是如果你掉到库寒数的话 你要知道他这个 返回的这个index 距离值什么啊 然后你再对照你那个 你这个业务逻辑 因为他可能有个shift 有个offset 对吧 不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他这个是表示 他这个insertion point 啊 啊 那这里的话 你去跑一下这个例子的话 基本上就结束了啊 好 我们讲下一道题 下一道题呢 也是个airbnb 因为这这道题 应该是airbnb 独家的吧 这道题其实理论上 可以做的很难啊 理论上可以很难啊 这道题就是那个sliding puzzle 什么意思呢 给你个slide 就是那个 大家不知道玩过这个游戏吗 然后 他有乱七八糟的数字 有一个空格啊 然后你可以不停的移 不停的移 不停的移以后呢 移到最后移到 要你移出这种结果 对吧 就是这个空格在这儿 相当于9这个位置啊 怎么做这个事 对吧 这道题呢 呃就是 表示是这样的啊 有的时候面试官呢 可能会给你简化 然后他说这个是三乘三的 不一定是n乘m的 他不一定是n乘m的 有的时候他给你简化啊 就是33就可以了 那比如这个 比如他这个图对吧 你看他这样挪 这样挪 这样挪 挪到最后就变成 这是我们的final go 对吧 啊大家这个题目这个意思啊 啊 那么你怎么写一个代码去完成这个事啊 那这道题呢 其实就是说你中间得设计很多 你 其实有点欧欧啦 就是说你你你得设计的很多 那个相应的intermediate class 来做这个事儿对吧 因为这个事儿 你怎么represent 因为因为实际上你拿到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problem 对吧 他没有不是像我们以前写的算法题 就是说给你一个input output 你去实现对吧 他这里面并没有具体的input output的得需要你自己自己design这个class你设计对吧 那我们经常用到的比如说这个point对吧 表示二维 因为我们二维空间嘛 我们可能有那个xy对吧 啊 还有equals 那么 那么 这里的point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再加一个class对吧 呃 表示direction对吧 因为他实际上是个in down的 因为你只有四个方向嘛 对吧 四个方向你有上下左右对吧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表示比如说有coordinate 我们的方向其实用xy也可以表示对吧 那-101对吧 就是这个其实我们以前尽量用那个dir 对吧 尽量用那个dir 只不过我们把它抽成就做成class了啊 这样的话可能就更加OO嘛 对吧 啊 有的时候算码的时候你也得讲究一些OO的方面啊 好吧 啊 然后啊 那么 我们肯定得有这么个board的这么一个class 对吧 这个board呢本身 呃 表示了 你这个input的对吧 你这个input的长什么样对吧 啊 你得用这个board的三乘三的相当 你可以理解成三乘三的那个 就这里三乘三的那个二维矩阵对吧 啊 呃 有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具体的 有的时候他会让你自动random去产生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有个random 这个我们不一定用啊 就是看他的题目的 那题目他可能有的时候就是 嗯 就给你一个就是这个board 已经给好了fix的 然后你怎么怎么去solve 对吧 那大家注意到这里是啊 我 我的解法啊 当然我这不是唯一的解法啊 呃 我这里呢是把它转成了一个那个一维的 啊 二维变一维啊 这个是我们 呃 面试里面经常也用的一个套路啊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那个空格是0啊 我们可以理解空格是0 别的数字固定的啊 我们二维变一维的话 这个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八零对吧 那么 你拿到这个二维的 我们默认他是m乘m 其实这里可能三乘三对吧 那你可以用double for loop去把它 呃 就是产生成一成一维的对吧 那么 我们另外check一下这个serial在哪 serial实际上就是那个空格对吧 serial在哪 啊 看有没有问题啊 啊 这是二维变一维啊 呃 你不你不一定一定要变二维变一维 但是就是说 二维变一维以后 里面有一些benefit 我们等会可以看到啊 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函数是 呃 或者我这么说吧 其实就是说 你这里面在 你这里面在move的时候 如果我们用一维去想象的话 就是 就假如说你这个挪到这儿 实际上你是把这一和这个这个位置 你把这两个位置做了个swap 对吧做个swap 那么 当然你可以写一个二维的swap函数 对吧 那我这里的话就直接 大家看到没有 我这里直接写了个一维的swap还是比较好 好写吧 对吧 就是理解上来就是相对来说 呃 其实看个人了 有的人你觉得你说你这个二维也可以写swap 对吧 你是你是可以写二维swap 没问题对吧 呃 就是我还有这句话 你不一定非要把它变成一维的啊 但是我这里就一维的你就跟着我这个走吧 我个人比较习惯性把它变成一维的啊 direction 所以我们这个move呢 我们它这个题目啊 其实基本上不一定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 它先让你实现一个print 然后还有个move啊 呃 print我这里有没有啊 呃 难道我这里没写吗 呃 我看一下啊 就是说首先它 需要你能够把这个 呃 print可能我觉得太简单了 没写啊 可能这样的 就这样的 呃 就是说你需要能够把这个给打出来 对吧 就是说啊 有的面试官说哎 你先给我时间把它打出来 这个你应该会打吧 呃 当然我因为我变成一维以后 你打的时候可能还得掐一下 对吧 就是呃 到了那个n的时候 你又得把它那个换成新的一行了 对吧 每次到n的时候换成一个新的行 anyway 呃这个面试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把这个 这个打成这个 33的那个矩阵打出来啊 面试的时候会考的啊 好 那这重点考什么呢 就是第一步啊 就是你实现一个move的function move啊 实现一个move的function 呃 什么意思呢 呃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move可以上下左右 所以我们抽象出那么direction 这么一个class 对吧 啊 其实对应的就是 呃 对吧 其实我们对应的就是这个 对吧 要么01-10 对吧 0-110 这就是我们以前经常写的那个girl 如果把它写成 我把它input写成direction 那感觉更牛逼一点啊 就感觉你这个更OO嘛 对吧 那么对吧 就是肯定比别的candidate 直接写一个那个 呃 你如果直接传一个那个integer 呃 integer array 两个element的肯定比那个好嘛 对吧 那个看上去是什么玩意嘛 对吧 这个话可能说的不好 就是说 呃 你如果直接传一个两个element的integer 其实就这么什么 你要实现这个move 你必须得有一个方法 你必须得represent这个方法 对吧 你怎么定义这个signature 对不对 是吧 那么这里的话我用一个class enum肯定更加make sense 对吧 啊 你回去以后工作就知道了 对吧 虽然虽然都能work 大家有的时候刷电刷多了 多能work 但是有的时候你要讲究可读性啊 讲究OO啊 你拿到这么个pointxy 那么你去 算你把那个你的serial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在乎的空格在哪 对吧 你要在乎的空格在哪 实际上因为我们每次挪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挪这个 我们挪这个空格对吧 啊这样的 呃 每次我们挪的是空格 这里有 大家注意一点啊 就是说你这个up down 到底 因为有的时候我 我的理解是我挪的是空格 对吧 我把空格挪到右边对吧 我把空格挪到右边 有的时候面试官会理解成是 你把这个树挪到左边啊 所以就有点像板 反正你要根据面试官的要求啊 就不要看那个题目 因为因为Airbnb的题目虽然流传已久了 好几年了啊 但是实际上他每次面试官 有的时候他会稍微变一下啊 就像上次我们 呃我们等会说那个waterfall paw那个paw那个water 灌水啊 等会也会提一下这个事啊 就是面试官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条件给变了啊 你不要搞不清楚啊 就是说 这里我的理解是 我们向右是指控格向右对吧 但有的时候面试官觉得他的意思这个 其实是向左 什么意思 他把这个1啊挪到左边来了 所以左和右这个东西呢 那你要你也要灵活啊 就是好吧 啊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拿到这个sero sero就是空格对吧 他对应的那他如果我们现在是认为这个sero 往右或者往左对吧 所以呢我们 呃根据你这个x和y的产生新的这个x 如果越界的话表示是invalid move 对吧你已经到最左边了你不能再往左了对吧 啊然后新的index我们看这个新的index 根据你这个算成一维的对吧 一维的很好算对吧 乘个n就可以了对吧 乘个n就一维的 然后做一个一维的swap 然后把这个sero呢 变成这个新的index 因为我们要track这个sero在哪对吧 啊所以我们每次swap的时候swap以后我们把sero定在哪 所以这个代码这样实现的啊应该不难啊 shuffle我这里写了一下就是有的面试班不一定考啊 就是让你自己去shuffle 呃我算法应该算法本身也是一道题啊 我稍微画一下啊 呃大家知道这个shuffle吗 应该shuffle怎么shuffle啊 如果给你一个array 假如说给你一个integer array 你怎么shuffle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道题啊 就其实这个shuffle本身也是一道 我这个首先把 看一看啊 我想在这里画 我们假如说有一个integer array啊 假如说我把它竖着画啊 什么意思呢 这是第0个 这是第1个 这是第2个 这是第3个 这是第4个 这是第5个 这是第6个 你怎么shuffle呀 就是假如说你现在有7个element 怎么shuffle呀 其实这个思路很简单啊 这个也是经典考题了啊 经典考题啊 首先我从最后一个大家看到没有 我从最后一个啊 我从最后一个 我从第6个 我先拿到第6个 第6个然后我从他前面 包括他自己啊 这7个数里面 random选一个跟他做swap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说我从这7个数里面 random选一个数 跟这第7个数做一个swap 也可能是他自己啊 就也可能你的random选出来以后 就是他自己 就等于说没swap啊 不管你怎么样 我跟你swap一下 这里面 我为什么是从end开始 是因为这个random 它这个方法是exclusive的 就是你给他这个end 它实际上是end-1 就跟我这个swap是一样的 这个代码实际上是一样的 然后你做个swap 第二轮 第二轮的话就剩下 比如说剩下这个 剩下6个对吧 0到5 0到5 这6个数 random选一个数 再跟这个5做swap 再下一轮 再下一轮 0到4 这个有点概率统计的感觉了 这个是个非常经典的那种题目 然后 这个数呢 这是这个数 再跟这前面5个数 random选一个做swap 然后呢 再是第一 我这个画不下了 就是前四个数 对吧 然后再是前三个数 对吧 然后是前两个数 最后一个数 你就不用swap了 所以我这里是大于1 对吧 大于1 因为你最后是1的时候 最后一个了 你就别swap了 对吧 你可以理解成我这里是 这个rs 表示几个数 对吧 先是n一个数 然后是n-1 然后一直到2 对吧 1就不用了 对吧 那这样做一个操作以后 你其实可以从概率上证明 每个数在每个位置出现的概率是相等的 但是这个证明就比较难了 一般我也不会问啊 面试官如果非要你证明的话 那也确实 但你脑子可以想想看嘛 对吧 我不知道 那个Mock的同学在吗 我觉得正好可以考 那个同学你还在吗 你回答一下看 等等 我把你unmute一下 你还在线吗 喂 你能说话吗 什么问题 你说swap 你再跟着听吗 首先这个我实现了这么一个shadow 这么一个方法对吧 对啊 这个方法你agree吗 agree吗 是shadow了对吧 对 我之前做那个德州扑克的OOD的时候用到 对对对 德州扑克的OOD也会要实现这个 就是你的算牌嘛 对吧 这个算法其实挺经典的啊 但是问题呢 假如啊 这不一定考啊 首先你shadow要保证什么呀 shadow的目的是什么 shadow的goes是什么 打乱顺序 不对 你能说的更professional一点吗 用我们科班的角度来讲这个事 shadow的目的是表示你每一张牌 在每一个位置上等概率的出现 对不对 明白吧 这才是shadow shadow最重要做到是什么 做到是真正的random 什么叫真正的random呀 真正的random就是说每个位置上 出现某张牌的概率是相等的对不对 对不对 你要这样说这个话 看他被我抓到了 所以你这个理解还不够深啊 你一定要这么讲这个事啊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现在这个算法这样实现了以后 我怎么证明它每个位置上 就怎么证明它是真正的random 对不对 你别说这个真的会被考的啊 有的面试官他会考 我不太喜欢考 这个就 你先说吧 看你的想法 什么想法 就是你怎么证明这个 它是真正的random 真正的shadow 因为我可以说你这个shadow 并不是等概率的呀 对不对 我可以说你使诈 你这个刷牌对吧 我就可以认为 你这个并不是等概率的呀 对不对 你这个并没有保证它真正的random 那我就可以说你是 臭老千 他这边用了那个是nextint nextint它在0到i是等概率抽的 所以random本身是random这个函数 nextint本身是等概率抽的 对吧 他每次在做swap的时候 就是每一张就是new index 就是他作为每一张 在这个训练里面每一张都会被swap 每一张被swap的概率是一样的 所以它等价于它被抽到的概率是一样 我再给你formular一下吧 大家这么看这个问题 大家看我第六 六这个这张牌 我们认为它第n 它实际上它出现在每个位置的概率 因为我们是n那个位置在抽 对不对 所以它出现在每个位置的概率实际上n分之1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5张牌 5当时 因为5这张牌 就这个具体你要推的话 对吧 就是说5这张牌出现在剩下的里面 等于说是n-1分之1 对吧 然后它实际上 是这么什么 5现在还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实际上是n 就是n-1分之1 对吧 但5留在这里面的概率 5留在这个n-1这个位置里面的实际上 就是n-1个位置里面抽 对不对 实际上你这两个算下的话 所以5续续留在这个位 5出现在某一个位置上 其实也是n分之1 反正就是数学公式 好吧 这证明的话你去搜肯定也搜到的 大概思路是这样的 我就不继续讲了 因为考的 我觉得考的概率呢 一定要你把这个说出来的概率不是很大 好吧 你看你有什么想法 我把你提一下 你说 我之前好像讲过那种做等概率sampling的题 也是 你是说是resible sampling是吧 resible sampling是吧 对 对 蓄水石sampling 对吧 对的 对 对 这种就类似概率的了 反正我觉得解释到这也差不多了 反正但是我觉得一点就是说你的思路 是要证明每张牌在每个位置出现的概率是random 是相等的 对吧 就是你这是真正的random 真正的randomness 明白了吗 你不然出个算法 你这个1 更大概率的出现在某个位置的话 那你就不是真正的瞎口 对吧 明白了吧 嗯 好 点一下 这里面也是考了个小的知识点 anyway 这里面这个get zero就是搜一下 就是搜一下 做一个线性的便利去找到这个 这个空格在哪 对吧 空的那个 我们就说呀 这里都是些辅助函数吧 clone 这里的话这个算码呢 我也不想讲的太细 这个tostream实际上就是 就那个print了 我这里用screenbuilder 就是那个print 对 刚才我怎么找不到 就是这个tostream 就是如果它是zero的话 我们打一个空的空格对吧 不然的话 当然你要append那个空格 表示那个分头服 对吧 如果它正好到了某一行结束 对吧 那你就加一个line separator 换行 对吧 这个应该很简单啊 就打一个空行 那么 你可以试一下 对吧 就是这个up left 它这个其实也是面试官考的啊 就是 你写完这个move以后啊 你去跑一下这个up left down 每三个方向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你本来是这样的 对吧 如果你是up的话 我这个up是这样空格往上的 对吧 up 再up 再up的话就invalid 对吧 然后left 然后left 然后invalid 然后就invalid了 对吧 然后再往下 往下 再往下就不行了 对吧 然后再往右 对吧 嗯 你已经完成了一半啊 就是你面试已经完成了一半 就是至少把这个 如果你连这一步都做不到的话 你这一轮基本完完了啊 好吧 好 然后真正的问题来了 你怎么实现这个sow off 对吧 就这个sow off 你怎么去做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有个例子嘛 就是说你怎么 因为我们 我们可以试对吧 往左往右往上 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能不能 最后能走到这个位置对吧 那我 当然你说你可能有人工智能啊 或者什么东西也可以那个 更快的找到 但是我们先不管那么复杂事啊 因为这毕竟是coding对吧 啊 这里我其实大家如果细心的话 你看到这里有个叫 Hemming Priority Solver 这个我们回头提一下啊 但是面试的时候并不需要那么 就是他大概是可以用A star A star那个search方法 Machine Learning里面有点算法 但是 我个人觉得你面试的话 他并不是扛你这种Machine Learning的知识啊 所以不一定要提啊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们这里说了BFS对吧 什么意思啊 四个方向都去试呗 对吧 就是就是暴力了 相当于就是说 就相当于我们看啊 就是这个经典的BFS的实现 我们今天讲过这个模板的话 用个Q对吧 啊然后加个飞的对吧 啊 Q加到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模板 中间别忘了做Clone啊 因为你在不断的 因为你每次Move的话 你在Modify那个board 你把那个board实际上在Modify 对吧 所以 那个 所以别忘了 就 要做一下Clone 对吧 因为你你在改它 你在这里面在Move的时候 你本身把这个board给改 啊 啊好 让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 我们 产生一个targe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最终sword的情况是 表示对吧 就是1234 因为你对应 什么叫sword 就是表示 我们产生这么一个 这个sword 表示我们最终的目的地 对吧 我们的目的地是什么呀 呃 这是我们的目的地 对吧 它是1234最后是个0 对吧 所以我们去产生一下 我这个给的代码呢 是N乘N的 假如说你33的话 你把写死就行了 对吧 他这个还是1234 一直到到处第二个 对吧 因为最后一个让他是0 就最后一个他本来 因为他全本来就全部是0吧 你最后一个不改他的话 他就是0 对吧 啊 这里做了个trace啊 就是这个你可以先不管啊 trace的话就这里面在追他 那个bfs的方向啊 这个trace我们可以不管啊 好我们看一下啊 呃 这个就是经典的bfs 就是q对吧 你拿出来一个current 对吧 然后你四个direction 别忘了clone一下啊 四个direction你clone一下 然后你做一个move 对吧 你四个方向都试一下 然后你把它加到fitted里面 对不对 是吧 fitted里面 这里面呢 我写了一个跟着写了一个trace啊 就是因为至少我进去了以后 我知道 呃 这实际上是一个trace 就是我最后想知道这个路径嘛 我最后想知道他这个 他是怎么到最后 因为我想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个过来的 对吧 所以我把这个加到这么一样 呃 其实这个不一定最优化的啊 我这提一下 你也可以用个map 对啊 当时map去寄那个 用一个map去寄那个 to和from 就是 key是你那个去的地方 对吧 value是你从哪来的 对吧 也可以用个map去trace啊 我们讲过这个trace这个事儿啊 最后你这个printtrace以后 我这个trace就简单 就不断的就读就行了啊 啊 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最优化的 这个trace的方法 这个只是辅助啊 这个 呃 你面试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要 你把这个trace给打出来啊 但是要打出来的话 这里的话 这样的话 我就把他trace给打出来 对吧 就是 呃 右对吧 先是右 再是右 对吧 这是右 然后再是下 对吧 再是下 就到了对吧 这是我把trace打出来 呃 我们再回顾一下啊 首先我们什么时候停对不对 当我们 当前的number等于这个solve solve 就是我们一开始产生的那个目的地 目的地就是目的地 到了以后 反回true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bfs 对吧 这个trace呢 我这里写的呢 呃 用了一个q去做这个trace 就是相当于 你每次 呃 你每次放一个 你加到你这个q里面的时候 我把这个相应的方向 对吧 我把这个相应的方向也加到我trace里面 就这个比较waste啊 我就相当于是你 你每次吐一个 吐一个那个 吐一个current的时候啊 我相当于有一个对应的 我也对应的 拿出一个trace 它目前为止trace 就相当于我拿另外一个list 在一对一的track 你每次一个 你每次一个 你往每一个方向走的时候 我一对一的track 你当时走的方向 这个我 我打印的时候比较方便啊 就是我直接直接拿到了 对吧 当然那个memory比较费啊 因为你等于说 你把每个方向走的时候 呃 那个 呃 那个路径都都给留着啊 等于说 你都用另外额外的一个 呃 list 像list of list 这样对不对啊 啊 因为你本身 一个路径 pass就是一个list 对吧 我也说了 可能更efficient的方法 是用那个hashmap 啊 这个我提一下 感兴趣的可以写一下啊 那harming harming distance呢 或者也也有叫mahandand distance 这个我不提了 感兴趣的可以去 呃 我这里留了个空的那个 harming distance 这里我这里 这里提了trace啊 就是那个map啊 这里就唯一改的就是 改成了map 提一下啊 呃 我先把这个说完 就如果你这道题要用比较smart的 harming priority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这个princeton的一个 那个 呃 这几个参考文献啊 呃 这里面可能就是用a star的解法 a star解法 a star解法大概就是 你去算一下这个harming 你跟这个go的 你当前的这个状态 呃 这个步数吧 反正步数 跟那个go的那个harming distance 啊 啊 或者是mahandand distance 然后你根据这个distance 然后你 你确定你走哪个方向 因为 我们这里选方向的时候 是随机选的 对不对 随机选的 然后他那个a star search的话 就是说根据那个 呃 就是你选的时候 他他有一种算法吧 就是 根据什么distance 然后呃 呃 就是能够确定哪个方向更好 对吧 就是差不多是意思啊 呃 反正这个能够搞得很深的 那个bristone好像是把这个当 当回家作业固执的啊 我觉得挺高深的啊 反正我就我就不研究了啊 我也不是做ai 一块对吧 啊 我们继续说啊 然后 呃 刚才说了对吧 就是还有一种trace的方法 这里只是给了另外一个trace的方法 啊 这个应该更至少memory更加省啊 就memory更加省 但是那个runtime可能还 呃 也不一定省啊 就是这里的话就是说 呃 你用这个map对吧 这个key表示你到哪了 value表示从哪来啊 对吧 就是我们每次 呃 放到时候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就put一下对吧 就是这个b和current对吧 current 你从current来到b嘛 对吧 然后呃 如果hit了你这个go的时候呢 你就是print 其实这道题本身是个比较基本的 一个bfs的写法啊 然后你这个print choice的话 大家看啊 print choice我们看一下啊 我基本上把 在就是在教你一下怎么把这个pass给打出来 对吧 这是基本的一个写法对吧 啊首先你有这个map叫trace对吧 然后你有这个 你这个end对吧 就是你的go destination对吧 你这个起点对不对 你怎么从这个起点到这个 这个destination呢 你可以从destination开始对不对 destination开始 然后呢你不断的掉这个map对吧 因为你每次 你每次掉这个 但是你开始对吧 你掉住他的from 对不对 就是你每次掉然后加到这个list里面 最后就把它reverse一下对吧 就把它reverse一下 因为等于说你是从最后一个destination 不停的呃用这个map对吧 呃我们可以看这个map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从1到2对吧 这个map是长这样的1到2对吧 好然后是2到3对不对长这样对吧 然后3到4比如说啊 然后呢你这个你这个trace呢就是说 从4找到3对不对 然后再从3找到2对不对 然后再从2找到1对吧 直到直到你这个hit到 直到你eco这个destination对吧 这个solve就是 哦不不好意思 直到你回到那个origin对吧 因为起点 因为它我们是从后面 我们是从destination往前走的吧 对吧 所以直到你hit到这个origin对吧 origin是我们的出发点出发点 那最后你把它reverse一下对吧 你应该把它reverse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bfs 我们又复习了bfs对吧 好吧 所以你理论上是可以把它整个打出来的 就如果它面试官说你能不能把整个这个 这个trace给打出来啊 你做到这步基本这道题已经做的百分之百complete的了啊 就把它打算啊 就是你要把这个从头到尾到这儿全部给它打算 就对吧 好 那今天再讲最后道题啊 压轴题了吧 这是airbnb非常经典的道题 就是倒水题啊 看有没有问题啊 看看有没有问题 对 最后道题的倒水题啊 这是airbnb的一道压轴题啊 也是我们这个学期的讲的最后道题啊 我看我们今天有没有故事作业 可能没留作业吧 今天可能没留作业 因为我们这最后一节课了啊 是没留作业吧 我看一下啊 对 留了几个reference可以去看一下啊 关于airbnb的啊 没有留作业 今天就不留作业了啊 好我们回来看一下这道题啊 这道题呢就有点动画啊 什么意思呢 我我们这么看吧啊 呃 用这个例子来讲吧 就给你一个height啊 就是这表示这个terrain 或是地形吧 terrain 我有点忘了 33那个就是他有高度对吧 他有高度啊 大概讲这样的啊 呃 你可以理解成那个左右两边是非常高的 强啊 就非常高无限高啊 呃 height的话是 2 1 对吧 1 这个是1 这个是2 1 2 2 对吧 那左右两边实际上是个无穷大的墙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然后呢你不断的往里面倒水 一滴滴的倒啊 你不是一下子倒 你是一滴滴的倒 那倒的时候给他一个position k 就从 因为你在这里倒 跟这里倒 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吧 呃 这个3比如说表示他开始倒的点啊 啊 这个 到了以后呢 比如说到了这儿对吧 啊 到了这儿到这儿以后呢 他会因为重心引力的原因 他会往这走 对吧 往这走啊 然后 走到这儿以后 他就停下来 他不动了啊 不动了 不动了 然后你再 比如说因为你有3D 你这个V14嘛 对吧 V14 那你还要继续倒 对吧 到第二D 第二D的话他也是往这边走 对吧 那他到他这里就相当于到这儿停下来了 对吧 先往这走 就先到这儿 然后再往这 对吧 啊 然后呢假如到第三D 第三D 发现左边都倒不过去了 这边过不去了 他都到右边 对吧 到右边 然后把它填满了 然后再到第4D 第4D发现这块是整个平的 对不对 第4D整个平的那他就不动了 对吧 大概这么个过程 对吧 然后就不停不动了啊 Final的话他就长这样 对吧 Final那时候他就长这样 啊 这样的Leadcode上也有 但是 它的解法的话 可能并不是完全 呃就是跟面试中完全一样的 我们讲一下面试啊 呃 面试第一点呢 他可能会让你把那个 呃 这样让你把它打出来啊 首先第一点他可能让你打出来 啊 Leadcode可能他不是让你打出来 让你返回一个树吧 就是啊 这是第一点啊 另外呢 就是说 呃 等会我们会讲这个打印的啊 今天我们上这个课肯定会讲啊 好吧 另外呢水的流向呢 呃 有的时候可能会变啊 有的是认为呢 这个水呢 是往左先走 先往左走 就就就先往左走 有的呢 可能就是他面试官万一说 不是往左走 要往右走 对吧 那你也得会灵活变通 对吧 那么 也有的是就是说 就这个意思啊 比如说我再讲一下啊 就这儿 就是说 这里是说他 我们看这滴水啊 这滴水他到这里就停下来 不动了对吧 也有的面试呢 他是说你要 呃 必须得 必须得往左走 走到撞死为止 就就 再不能往左就为止了 就是说 大家明白我意思啊 啊 就是就是你先拼命过去 对吧 就是你应该停在那的 你应该停在这儿啊 而不是在这儿 所以这种东西 你得跟面试官 对 反正得确认吧 就是这个也很刁啊 就是他整天变啊变的 对一变的话 你这个代码的逻辑就 就不能用了啊 就是你本来心里有个答案 你可能用不到啊 那我今天也不可能 所有的变种不讲啊 反正 good luck 就是你 你自己那个 写的时候呢 就是确认一下 就是这个需求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里讲的呢 是这里就停住了 这里就停住了啊 就不再往左走的啊 甚至你要确认 他是不是先往左走啊 有的他说先往右走 你别别别往南墙走啊 好吧 另外呢 这里大家提到 就是说他这里认为 这两边是个无穷大的墙啊 我也碰到过面试官改了条件的说 他这不是墙 是深渊 啥叫深渊啊 就是你到这就没了 掉下去 没了就是 这也挺搞笑的 就是 他有的时候到墙门 你就这里停住了 对吧 但是你如果不是墙的话 就是假如你这里在滴滴水 这个不是墙他就往下掉 就掉到深渊里去了啊 这个一变的话 我估计你这个代码改动就非常厉害 反正这个没办法啊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你把它全都准备一遍啊 但是我就跟你讲 辨识官真的就是各种变种啊 但是我觉得重要还是灵活啊 好吧 你继续看啊 那我们就按照迪特克的这个思路 给的这个条件去解这个题目啊 这个也是考的频率最高的一种 input啊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怎么打印这个 打印这个事啊 就是我们先说一下怎么打印这个东西啊 这条题呢 我们可以预处理一下啊 就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经常用的手法啊 就是说首先我们这是0到67个位置 对吧 7个位置 其实我们可以增加两个位置 就是真正的0在这儿 0 1 2 3 4 5 6 7 8 就是多了个0和8这个位置 0和8个位置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无穷大 大家看啊 我这里做了个什么事啊 你给我的input是height 对吧 我产生个h 这个h它实际上我增加了两个位置 对不对啊 然后我又产生那个water 我w我们都不在说啊 w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我们把它copy过来的时候 我们是从第一个开始copy的 第一个开始copy 等会我们再讲啊 然后第0个位置和最后一个位置 我们设成了无穷大 这个时候你的k呢也应该shift一下啊 你的k的位置啊 因为我们我们左边加了一个 呃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个例子啊 就假如说你给我的是2 对吧 2这么一个 这里我给了个无穷大 这里我给了这么一个这样的啊 呃 就是这两个是无穷大 大概是这么个形象的 大家看明白了吗 啊 然后我copy的时候 我copy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这个2 考过去把这个1考过去 啊 等会我们再说啊 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这里看明白没问题吧 啊 然后下一个啊 就是什么是W啊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 呃 H是指它那个total的那个height 我们的input是这个 是这个terrain的height 啊 就是那个地 那个山的那个height 对吧 那这个total的height 实际上等于这个water的height water也是个height 对吧 再加上地上这个height 这可以理解吧 啊 H是个total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啊 那假如说这种情况下啊 假如说water是长这样的 那这个是正能无穷大 对吧 water是0啊 这个water是0 这两个点water肯定是0 对吧 这个是2 对吧 然后这个是1加1对吧 你看这个1加1等于2 对吧 这个是1加1等于2 对吧 这个是这个实际上是height是2 water是1 加起来等于3 对吧 这个是1加1 对吧 这个是2加0 差不多这么情况 那大家你看这个数字的话 它差不多长这样 啊 我们把water跟height呢 呃 还有个h h是我心加的 对吧 这个height我们就不变了啊 对吧 但是这个water呢 是这样的啊 其实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我们呃 某种意义上我们就不需要这个height吧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说你其实 这个height其实我不需要了啊 你接下来就用h和w就够了 是不是 经过我这么处理以后 所以我刚刚说我们这个是 我们这个是预处理啊 真的 我们这个是预处理啊 我们这个预处理啊 我们这个预处理 就是说我拿到这个height以后呢 我就replay成h w现在是w现在water全都是零啊 全都是零啊 这是预处理 就是说现在这个water什么都没有的 是零 那接下来我就不需要这个height 那么这个height我就不需要了 height永远不变的嘛 对吧 我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的灌水的位置也要顺移一位 因为这样的 因为我们本来 我们这里多了一个嘛 对吧 所以你本来在这里灌水的话 你这个index实际上是shipped的那个 对吧 这个理解啊 然后这里我这里是 如果你是深渊的话也好吧 你可能是minimum value 对吧 深渊最好的也好解决 minimum对吧 你不用管它了对吧 minimum 反正是无穷大 无穷大 往下去是吧 啊 这里顺便提一下深渊 但我们这道题不用深渊了啊 我们看一下啊 那个我们print 怎么print这个东西啊 print呢 因为这样的 就是说你这个计算器啊 计算器你要打印的话 你肯定是从 这里打对吧 因为你一行一行打嘛 你肯定是从这个地方往下打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为什么 我又要用个综合的高度 我们直接讲吧 我们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max 这个max呢是指h的max啊 这个max是指h的max 现在这个max是三对不对 就表示 这个terrain加water加最大是三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只要从这行开始打 我们这行怎么打呀 这行我们打的时候是空格空格空格 对吧 从下往上打你这张机比较难难搞 对吧 所以我们找这个max 所以我们先便利这个h以后找到它最大的max 这是一个linear的for loop找到它的max 对吧 好 找完以后我们这两行 这两列可以去掉了 这两列没必要啊 然后我们是从左边往右边打 对吧 左边往右边打 这个绿色箭头 从左边往右边打 好 我们看一下啊 然后再第二 然后再往下走 再是左边往右边打 对吧 然后再这样打 对不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找最大的max 然后我们用了个do while 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的for loop就是从第一个到第N-1 因为我们跳掉了最左边最右边 对吧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index啊 1和N-1对吧 表示我们去掉了这两列 这两列我们不需要打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当max 这样我们看这个逻辑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逻辑是解释我们到底要打印空格 还是打印water还是打印这个锦号就表示D 对不对 这个max呢 实际上是表示这个max 我们重用了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 原来就表示最大的那个地方 对吧 最最高的那个高度 然后我们每次把它减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max呀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这个max呢 就是不断的在减1对吧 就相当于下一行下一行这样的啊 我们看一下啊 假如说你的max等于3的时候 你看比如water 就是我们有w和h嘛 对吧 假如等于3的时候 假如你的max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表示什么意思啊 它小于等于h 但是它大于等于water 对吧 我们看这个逻辑 就是当它大于h的时候 就是比 当它大于h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在这儿 它比这个h还高的时候 是表示什么呀 就比你totalheight还高的时候 是空格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啊 就当你这个max比h还高的时候 是空格 对吧 那如果你小于等于h 是表示什么呀 小于等于h 至少你是water 对吧 你小于等于h 你可能是water 你可能是train 对不对啊 那么 你如果 你如果比这个train高 其实h-w就是你的train 对吧 就是这个警号 如果你比那个 你用h-w的话 相当于是那个height height 如果你比height高的话 你可以打印这个w 对吧 就像是water 如果你比height还低了 那肯定是train 所以是差不多这个情况 这个表达比他高 这个表达train 对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 最后你到那个 你max到0的时候 那就是down 对吧 所以你可以去跑一下 那这个第一步已经解决了 你把这个解决了 下面这个题目完成了一半了 这也是个比较难的地方 你要把它打出来 这个算法呢 其实 这个算法呢 其实也不是特别难的 就是 但是 也有点tricky的地方 也比较巧 对吧 就是说 就是如果有同学没练过的话 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写 对吧 有的人没练过的话 好 我们看最后 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好 现在这个droplet 如果它掉下来了以后呢 这个小水滴掉下来 呢 我们是假设它一直往左挪 就假设它 在不管3727往左挪 往左挪也有前提 就是往左挪的时候 它必须能够往左挪 就是说 如果是水平的话 可以往左挪 如果它比你低的话 你继续往左挪 但它比你高的话 你左边比你高的话 它就不能往左挪了 对吧 你可以想象一下 然后再试着往右挪 你先往左挪 再往右挪 一样的逻辑啊 就是必须得比你低 或者跟你水平啊 然后你再试着挪到k这个位置 啊 这个挪到k的位置 是指往左边挪到k的位置 啊 我们看一下啊 最后这个位置就是 它应该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这个 哪一景k的 首先你往左挪 对吧 你这个往左挪的话 你会掉这儿 对吧 如果你 假设是这种情况 你往左挪 不是碰到b的吗 碰到b的 在这里有个大的高的墙 对吧 然后你再试着往右挪 它就会到这儿 这是第二种情况啊 大家看 如果 如果这种情况 你往左挪 掉这儿了 你往右挪 你挪不动了对吧 然后你再试着挪到k 你挪不动了 然后你就stop在这儿 因为你动不了嘛 这个一样的 你往左挪可以挪 你发现你还是可以往右挪的啊 但是你掉这儿以后 你还能动吗 你还能再往左到k这个位置吗 因为 我们说了我们的三部曲 对吧 你还要第三步实际上挪到k的位置 但你现在挪不了了 因为你被挡住了对吧 还有这种情况 你先往左挪 再往右挪 最后挪到k 虽然这个算法不一定是最evasion的啊 但是至少写起来比较简单 理解比较容易啊 这道题目呢 它这样简单 特别是这种情况 它浪费啊 它浪费这样走 但其实还好啦 因为你不知道那边 你不知道左边会不会有个下面的东西 对吧 你不知道右边会不会有个下面的东西 你不知道 因为一旦你在这里有个下面的东西 你就必须得过去 好 这道题差不多这样 所以代码很简单啊 我们把它换成代码啊 就这个水滴啊 简简简对吧 YL水滴简简对吧 好 Current等于k 当k大于1 就是你因为大于1是指的那个 你不能到那个无穷大的墙 你不能变0对吧 因为你最多变成1对吧 就是说它的bundry 那左边那个bundry有大的墙嘛 对吧 然后如果你的高度是比你左边那个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 大家看到没有 你左边可以比你低 也可以跟你一样对吧 是大于等于 所以你可以继续往左走 这个是表示你继续往左走对吧 好 往右 右边是一样的 你不能到最右边对吧 你最多 你不能到那个m-1对吧 一样的 然后你比右边那个大于等于加加 然后你如果是 我看一下 如果你是在k的 就是你那k的位置 假如你在k的右边对吧 你大于k 对吧 因为你目的是到k 对吧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情况 就是如果你是大家都评的话 你就回到这个k 你别动了 好吧 然后你如果大于等于一样的就是 然后你这个位置一旦确定以后 把h和w++就可以了 最后 然后你这个b每次用掉一滴水吧 对吧 最后这个 就把它primitry 可以到这个情况 这个题我就讲完了啊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问题 啊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差不多结束了啊 这个今天没有回家作业 那么这是最后一节课啊 那感谢大家这一个学期的那个学习 啊 录屏都有 反正回去 把这个再看一下好吧 好啊 今天就到这儿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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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